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出现了骤变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 非常尴尬 对卡尔松我以为是很尴尬 卡尔松全面倒的去展示他眼睛中看到的俄罗斯 但普京充分的利用了他这一点 所以普京在第一时间就抨击了卡尔松 说卡尔松不怎么样 还以为徒有其名 我准备半天 他就是一个 他是个软蛋 其实就骂他卡尔松是个软蛋 你是垒球吗 不是棒球 他说你问一点挑战的意思都没有 就你西方媒体的大牌记者 No.1的记者不过如此 那么咄咄逼人 那卡尔松呢 就没能够太 就没说出话了 其实卡尔松就 那没办法说了 但卡尔松坚持呢 去可以说没有上普京的圈套 卡尔松坚持去报道他在俄罗斯所见到的很多故事 都是一些随机的随接的采访 我看到过四个不同的地点 这里包括在超市里面 包括在这个地铁站里面 还包括另外两个比较典型的人文通常 麦当劳通常日常生活的环境 所以他就坚持他作为一个记者的理念 来讲述 然后他的整个活动是为了能够烘托 说他眼睛中的俄罗斯 他的日常生活 民虚的日常生活 所以是备受赞许的 卡尔松认为呢 在很多方面超过了美国 他是这么说的 那结果俄罗斯就突然的战胜上风 另外一个战胜上风 就是普京的政治敌人 叫Alex死在监狱里了 那最新的消息呢 他的母亲 他母亲还在世 他的母亲去要尸体 没了 尸体被监狱给收走了 所以这就引起了巨大的轰动 那他的太太带着两个孩子 应该现在在 可能是在意大利或者德国 那因为是上次两年前 出去治疗的时候 应该是留在处于家庭安全的角度 那而普京呢 却表现出非常得意的场面 因为他不怕西方制裁 所有人都公认 Alex是他最大政治对手 政治敌人 那西方呢 也都竭尽全力去保护Alex的 本身的性命 但是在战争出现之后 这就另外一个故事 因为对俄罗斯的制裁 已经全都走到顶尖了 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场面 那同时呢 这个普京杀掉他的政治对手呢 在大选年警告其他想出头的人 因为那个人他有名 所以这就是 但他的尸体找不着 你也看不到西方有任何 他能做什么 拜登直接点名 是普京杀了他 那Alex的那个太太也说 是普京杀了他 那他 普京根本就不在乎 他根本不管 然后同时 在这个乌克兰战场上 乌克兰军人 从一个重要的战略地方撤出了 打不了了 他就 因为他是被俄军整个给包围了 就剩这么一个狭小的城镇 几千人上万人 那是不是完全撤 就是有成功的撤出去了 他没有解释 但是网上出现的视频呢 是俄罗斯军人呢 占领了当本城市的地铁站 车站 有展示这样的内容 那美国的媒体也都证明 这个乌克兰战派撤出 那这样的话 使得俄罗斯在东南部地区 乌克兰东南部地区 占据了就连成了一片 中间没有切断 这个当时是一个就像蝎子似的插进来的地方 所以俄罗斯的军人如果关闭口的话 可能会把这万八千人就给完全锋离了 而乌克兰没有武器 他就他乌克兰就说是因为美国人不能够再援助他 他没有武器没有弹药 所以就只能往后退 他没有任何办法 那而在乌克兰呢 而在这个美国呢 美国众议院拒绝现在的一览的计划 950亿三个国家 其中给乌克兰650亿 那众议院不接受 众议院不批准 所以这就是在一连串的这种背书之下 这个应该是普京去参观了一个葡萄酒厂 然后特意喝葡萄酒是香槟的 来表示非常轻松 就是他无论从哪一块 就好像就是他站稳了脚跟 没能把他击败 大概他就讲述这样 在这个背景之下 在昨天晚上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在他的一个新闻掏克兽 就是这样的一种 三五个人的一个新闻掏克兽上 直接嘲讽了川普的支持者 所以普京就已经表现出 在主控着某种场面 在左右着美国社会的大选 就是试图干涉跟影响 对吧 他这种试图干涉跟影响 是营造一种混乱 那在他的媒体当中 这个人直接骂川普的支持者 就是傻帽 一群傻帽 一群乡不老 一群没有文化的人 一群土的只吊尖的人 川普什么都不会说 就是一张破嘴 重复再重复 他就这么讲 所以如果他嘲讽川普的话呢 可能是跟川普自己的利点有关系 川普一直在说 如果我当选 24小时之内就会结束战争 那与此同时 佐伦斯基向川普发出邀请 说希望川普能够到俄罗斯的前线 到乌克兰的前线去看 川普没有答复 那川普自己也认为呢 不应该给乌克兰那么多钱 不要管 所以这就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局面 那也就变成了 俄罗斯呢 一种全方位的 用他自己的方式 再直接插入到美国选举 直接插入到美国选举 那原因就是 川普说他可以镇住普京 那普京现在概念就说 你少跟我来这套 所以这就是一种 我只能讲说这是一种乱象了 这个视频到现在有两百万人看过 在推特上 那报道当中呢 跟大家分享报道 报道当中呢 是新闻周刊的 俄罗斯国家电视台 嘲讽川普的支持者 他说一群原始人 他称川普的支持者为原始人 很傻瓜 很笨 里面就讲述这个背景 然后讲述了叫 被称为叫亲民主的媒体 Media 他的主编罗伊 分享了52秒的视频 就是刚才那 他说当时呢 有带有英文翻译 当时有91万人看过 现在有200万人 那里面 就是出境的记者 是叫Maxim 大多数投票给川普的人 都是傻瓜 是原始人 你需要和他们这么交谈 而且要用陈词烂调 和愚蠢的口号去鼓动他们 那这个陈词烂调 跟愚蠢的口号的鼓动的说法 是嘲讽川普 这个 因为集会是川普惯用的 那集会中是川普讲话 然后引起了其他人的笑声 把他们叫做乡不老 傻瓜 另外一个人说呢 他的洗牌 其实都是一样的 十个字 就是一样的 我不知道他这个 他跟翻译有关了 大概洗半天牌 其实就只有一张牌 那这个人呢 非说他要成为总统 他说这是很可笑 很可笑 一群白痴 他们骂川普为白痴 那 但通常说这是川普的沟通方式 那 然后说乌克兰得不到美国的任何军事援助 所以这就变成了 在舆论宣传当中 俄罗斯在全面的反击 反击的过程中 开始对抗川普 那 或真或假 这个不好说 这个 这个 或真或假 那 与其说对抗川普 不如说俄罗斯在 以正面的方式 用他们自己正式的媒体的方式 在干涉着美国选举 这是很显然的 那里面就讲述了对乌克兰的援助 因为新闻周刊是他的 新闻周刊是他的这个 左派 紧接提到在昨天 乌克兰军方说 从这个顿巴斯地方的 那个城市撤出了 原因就是没钱了 但这个撤出对于俄罗斯军人来讲 是一个巨大胜利 阿里克斯被杀了 星期五 这是我们知道的 然后 这里面就讲述了 克里姆林宫否认了一切 那没有什么意义 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故事 普京似乎在转变他的方式 然后呢 同样西方呢 已经对他没有生活 我们看不到任何办法 就是看到的是僵持 看到的是分裂 就是我跟大家常说的 西方文明的衰败 整体衰败 人无可挽回的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